妈妈是白月光,我是京圈太子的私生女,我妈是她的白月光,为了给她另一个女儿换肾,她把我从国外接了回来,和妹妹第一次见面,她泪眼汪汪扑进我怀里,却凑在我耳边说,见种,然后一把推开我,自己摔下台阶,血缘上的父亲狠狠扇了我一巴掌,他说,你和你妈一样恶毒。 哦,他还不知道我妈已经死了,非回去不可。 谢卓把玩着打火机,凑过来给我点了支烟,我没抽,我爸应该不喜欢会抽烟的女儿。 谢卓冷笑,他压根就不会喜欢你这个女儿,和会不会抽烟无关,只要是从我妈肚子里爬出来的,他都不会喜欢。 谢卓起身,眉眼瑞丽,回去也行,带上我。 我朝他勾勾手指,他立刻俯下身,我摸了摸他的耳朵,如愿见他变得通红。 没见过谁认祖归宗,还带个小情儿的。 谢卓面色几经变幻,还是将脏话咽了回去。 半晌,他憋出来一句,保镖,就说我是你保镖,会用木仓,靠打黑拳为生的保镖。 多少有点抬举我罢了。 可是看见谢卓相之小狗似的,眼里全是不自觉的要求,我还是心软了,同他约法三章。 第一,没有我的允许不能出手,第二,不许干涉我要做的事,第三,我拽过他的衣领,在他唇上咬了一口。 不许爱上我那个单纯善良的妹妹,她反客为主,将我压在沙发上,你说不许,我就不做。 我抬眼,那还不从我身上滚下去。 转天一大早,傅思年派车来接我,谢卓开车跟在后面。 转机的时候,我坐头等舱,她坐普通舱,怨念大到下机后,还黑着脸。 傅思年的别墅在傅人区,我没让谢卓再跟,她自己找了家酒店。 最后一条消息是,等你,姐姐。 我微微挑眉,心被撩动一下,她很少当面这么叫我,也就只敢隔着屏幕跟我浪。 装修华丽的客厅,傅宝珠穿着高定礼服,露出甜美的微笑。 见我看过来,她招招手,姐姐,快来,我带你去看看房间,是我亲手布置的。 透过她的脸,不难看出把傅思年迷得神魂颠倒的女人,和我妈是如何的相似。 我跟着她上楼,在楼梯口停住,她转身握住我的手,哽咽,姐姐在国外一定受了很多苦吧。 我学她抽打两下,说,没有你妈给我妈当替身苦。 傅宝珠变了脸色,握住我的手,发力钻紧,凑在我耳边狠狠咒骂,你这个贱种。 说完,她猛地推开我,我稳如泰山,只不过往边上挪了一步,摔下楼梯的人,就变成了她。 傅宝珠活向陀螺滚到一楼。 我站在楼梯口鼓掌,妹妹的表演好精彩。 大门被推开,傅思年沉着脸快步走来,一边安排人请医生,一手狠狠给了我一巴掌。 她英俊的眉毛拧在一起,你和你妈一样恶毒。 我点头,是,那你呢?既然知道我恶毒,还接我回来做什么? 我的目光落在傅宝珠身上,我早就查清楚了。 接我回来是给傅宝珠换肾的,她有很严重的肾病,傅思年不舍得摘心爱女人的肾,更不舍得摘自己的肾,就打起我这个流落在外的私生女的主意。 傅宝珠伤得不重,毕竟楼梯上铺了厚厚的地毯,她穿的礼服繁琐,替她增加了不少阻力。 可她妈妈还是跟死了爹一样,在家哭丧。 见我第一眼,沈一柔就控制不住地发抖。 她握着傅思年的手,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思年,她妈妈,到底是谁? 傅思年一言不发,眸色深沉。 我看着沈一柔拙劣的演技冷笑,贴心地从手机翻出我妈的照片给她看,解释道,你不知道吗? 我妈是你老公的白月光,看看,你们多像啊,就连我和你女儿都跟亲姐妹一样。 壮脸不可怕,谁丑谁尴尬。 沈一柔再像我妈妈,也只是像而已,她身上永远没有我妈妈那种清冷的气质,反而因为过于柔弱添了许多小家子气。 沈一柔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转头想找傅思年撑腰,却看见她盯着我妈妈的照片入神。 直到她拔高音调,一遍遍叫她,她才如大梦初醒。 阿柔,你从来都不是谁的替身,她说,我爱的人是你,我很清楚。 我收回手机,你最好是,不然大白天说谎是要遭报应的。 傅思年眉眼冷峻,不屑地挑起唇角,和你妈那种贱人比起来,阿柔不知好过她多少倍。 我笑容愈发灿烂,那跟我妈这样的贱人滚过床单的你呢? 不是更贱。傅思年怒不可遏,巴掌扬得老高,但看着我和我妈相似的脸,最终还是没有落下。 她搂着沈一柔离去前,警告我,别让我再从你嘴里听见那个贱人。 当晚,谢卓告诉我,傅思年和沈一柔在忙着给我和傅宝珠配行。 挂断电话之前,她说,姐姐,我想见你。 我没答应,又过了两天,傅宝珠从医院回来了。 比起初见,她更瘦了,可眼里的嫉恨藏也藏不住。 吃饭的时候,她将一碗热汤泼向我,我眼急手快,抄起餐盘挡了个严严实实。 姐姐,我手滑,你不会怪我吧?怎么会呢? 妹妹,那姐姐也手滑,你也不许怪姐姐哦。 说完,我将她的脑袋按进了油腻腻的盘子里。 傅宝珠的尖叫响彻整个别墅。 宝母连滚带爬地过来,将她护在怀里,指着我鼻子骂。 妈,畜生,你真是个畜生,宝珠可是你的亲妹妹啊。 我眯着眼瞧她,吴妈。 宝母迟疑着点头,我笑了,真是你啊。 我妈妈提起过,当初你女儿重病,你带着她来大城市看病。 走投无路,是我妈妈帮你付清了医药费,还给你介绍了工作。 吴妈眼神多闪,祝小姐对我的恩情,我心里记着, 可一马归一马,你也不能这样欺负你的亲妹妹。 傅宝珠狼狈地在她怀里啜泣。 吴妈心疼得不行,腰杆也应了几分,这件事我肯定是要和先生汇报的。 傅思年知道傅宝珠被我欺负了后,提出将她接走,别和我住一起。 可傅宝珠犯贱,死活不同意。 她只好又警告我一番。 那天之后,吴妈防贼一样防着我,我连吃饭也被差别对待。 在大餐桌的旁边支了张矮矮的茶几。 她耸着肩说,这也是先生吩咐的。 我看了眼菜色,给我吃咸菜和窝窝头也是她吩咐的。 吴妈两手握紧,你肝火太旺,吃点素得对身体好,等,等你不欺负你妹妹了,我会和先生说让你回餐桌上吃饭的。 无所谓,我当着她和傅宝珠的面掀了茶几,转身回房。 半夜,谢拙敲响窗户。 我面无表情和她对视,约法三章是说给狗听的吧。 她的眼神炽热张扬。 汪!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学得这么没脸没皮。 谢拙得寸进尺地翻身进来,还不忘关好窗户。 床头只留了一盏夜灯,她蹲在我身侧,不把我藏进被窝,被发现了怎么办。 我心硬如铁,被发现了就说你是私闯民宅。 她也不气,讨赏似的跟我汇报这两天的成果。 待她说完,我才开口,把妈妈给吴秀兰女儿看病的付款单子整理一下,还有她当初签的欠条。 吴秀兰就是吴妈。 如此不懂得知恩图报的人,配不上我妈妈的善心。 谢拙不问为什么,点点头,什么时候让她还钱,你说了算。 我从她口袋抽出一根烟,捏在手里完,就明天吧。 知道了。 谢拙看着我,办好了这是给我什么奖励? 我用脚踩住她的手指,撵了撵。 谢拙耳阔泛红,还满意吗? 我笑,你的奖励。 她像是条摇着尾巴的狗狗,注视着我说道,那我要奖励加倍。 我和谢拙远不止越界过这一次。 她是我亲手捡回家的小狗,我对她总是心软。 可这次不知道是因为身处附加令她兴奋,还是几天不见确实想我,她闹得过火。 我垂眸,怎么不接着叫我姐姐了? 谢拙动作一顿,翻身关灯,明晃晃地转移话题。 睡吧,我守着你。 这点出息,清晨醒来,床上只有我一人,谢拙走得干净,像从没来过似的。 但不可否认,有谢拙在,我睡了这几天来,第一个安稳觉。 谢拙办事效率向来很高,尤其是在预知够奖励后。 厚厚一打账单,在午后送到我手上。 然而没等我找吴妈算账,傅宝珠就先一步敲响我的房门。 门后,她面色苍白,手里拎着一块破步,有事。 姐姐,傅宝珠一秒红了眼眶,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可是这条裙子是我参加宴会要穿的,你为什么要把它剪碎? 她还真是不厌其烦地自导自演,可惜我不是傅思年,更不吃她这套。 我抬手将她拽进屋子,当着她的面,把那块破步踩在脚下,冷笑着看她,你跟你妈真像,只会先上不了台面的小把戏。 难怪我妈会把傅思年当作人生污点,能把这种母女放在心肩上的能是什么好东西。 傅宝珠开始哭,大颗大颗的眼泪往下掉。 我毫不留情给了她两巴掌,扇出两抹对称的红。 一巴掌是替我妈打的,一巴掌是替我自己打的,再不滚,我让你肿成猪头去参加宴会。 傅宝珠连滚带爬,跑出了房间。 不一会,楼下传出惊天动地的哭喊。 吴妈老母鸡护小鸡似的带着傅宝珠重新杀回战场,手里还攥着和傅思年通话的手机。 你怎么能打你妹妹? 太过分了,你简直太不像话了。 吴妈跳着脚骂我,傅宝珠就可禁对着手机听筒哭。 我烦得眼皮都懒得抬,将账单扔到她脚下。 对,我过分,我不像话,那您这么像话的人应该不会欠钱不还吧。 一瞬间,吴妈仿佛被掐住了脖子,半截声音戛然而止。 傅宝珠抽大两声,什么欠钱啊? 吴妈?姐姐借过你钱吗? 吴妈镊如一下嘴唇,不是,是助小姐借的。 傅宝珠眸中划过一丝闲雾。 助小姐? 哦,是姐姐的妈妈呀。 傅思年那头忽然寂静下来,只有傅宝珠的声音字字句句在屋里回荡。 她说,爸爸说过的,那是个彻头彻尾的贱人,他怎么会借给你钱呢? 是不是姐姐缺钱,随便找了个借口啊? 这话给了吴妈一个台阶,她顺势而下。 小姐说的也有道理,过去那么久了,我怎么知道你手里的账单是真是假? 她又嘟囔,就算是真的,我也是欠助小姐的,又不是欠你的。 我没心思和他们扯皮,还钱和起诉,我给了吴妈两个选择,然后将人轰了出去。 当晚,傅思年和沈一柔放下手里的工作赶回来给傅宝珠撑腰。 他们坐在沙发上,傅宝珠依偎在沈一柔怀中。 我下楼的时候,正听见她说,爸爸不要生姐姐的气,我能理解的,毕竟我有妈妈教,可她没有。 我接着她的话往下说,我妈不教我,总比你妈教你怎么做小三强。 是的,不管傅思年再怎么替沈一柔遮掩,再怎么将他们之间描绘成真爱,也无法改变沈一柔出现在她和我妈还没分手的时候这个事实。 傅思年谋色阴质,死死盯着我,那个贱人都怎么跟你说的? 我一步步在她面前站定,别总一口一个贱人,当年你爱我妈,爱得死去活来,在她出国后,一个又一个替身找着。 我扫了一眼沈一柔,她在你心里是最像的一个。 你眼光真不怎么样?傅思年猛地将桌子上的玻璃杯扔在我脚边,怒不可遏,是你妈先抛弃我的,是她先践踏我的尊严。 她以为她是什么东西?真以为我没了她,不能活吗? 当年要不是她执意和我分手,要不是傅思年浑身颤抖,后面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来。 沈一柔双手攥紧了她的衣角,如临大敌。 我笑弯了双眼,看向沈一柔,她没这要为你哭过,为你失态过吧? 傅思年眼睛通红,喊我闭嘴。 可我凭什么闭嘴?我偏要说个痛快。 承认吧,你还是爱着我妈,不然为什么说起她,你会这么激动。 傅思年痛苦地闭了闭眼睛,坐回沙发上。 我继续刺激她,其实当年我妈妈没有打算和你分手,她是被你亲妈逼出国的。 走的时候,她百般不舍,可为了你的继承权,为了你的前途,宁愿狠心伤害你,让你对她死心。 傅思年抬起头,不可置信。 你说什么? 不信你大可以去问你妈,我看着她,我妈从没想过和你分手,可你却在她忍痛离开后,爱上了别人。 哦不,准确来说,那时候你们还没有正式分手,可你已经和沈一柔滚上床了。 不就是扑吗? 傅思年会的,我也会。 凉酒,鸭雀无声。 沈一柔率先开口,低声叫她。 傅思年抹了把脸,恢复冷酷,别以为你三言两语,我就会相信。 你妈是个什么样的人? 啊,我最清楚。 她拿出我甩给吴妈的账单,晃了晃,五十万而已,也值得你闹得这样难堪,你和你妈很缺钱。 我挑挑眉,眉吭声。 傅思年目光定在桌面反光处,半赏才开口道,我给你五百万,你给宝珠一颗肾。 我没想到,傅思年还真是个法治卡。 竟然没有半点委婉,就这么把目的直接说了出来。 沈一柔神色煞时间舒缓下来,转而握紧了傅思年的手。 傅宝珠望过来的眼神充满得意。 傅思年继续道,只是一颗而已, 对你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至于吴妈的五十万,就算了吧,她照顾宝珠照顾得不错,不必太过苛责她。 等会儿,我笔划了一个暂停的手势。 如果我没记错,这五十万是我妈借的,不是你借的,你有什么资格说算了。 傅思年眉头紧锁,你妈就是这么教你的。 把别人往绝路上逼? 我无语。 当初要不是我妈,她吴秀兰早就走上绝路了,还能有现在的好日子。 见我不说话,傅思年叹口气,任命似的闭了闭眼。 手术后你需要人照顾,把,把你妈也接到傅家来吧。 话音落下,沈一柔和傅宝珠一块炸了,我不同意。 沈一柔很少这般撕下柔弱善良的假面,露出尖锐的面孔来。 可对方是我妈妈,傅思年的白月光,她不得不保持十万分警惕。 傅宝珠也泪眼朦胧。 爸爸,你到底是想给我治病,还是想把那个女人接回家? 你是不是不要我和妈妈了? 傅思年捏了下眉心,你们不要乱想,宝珠说到底她是给你捐肾,忍一忍。 嗯,我答应你们,只要她身体恢复好,就把她们母女送走。 看着自说自话的三个人,我厌烦到了极点。 傅思年从头到尾都没想过,为什么从和我联系上到接我回国这段日子, 我妈从来都没出现过。 等她安慰好沈依容母女,才施舍我一个眼神,吩咐道,明天就给你妈打电话。 我很忙,没时间等她太久。 不用了。 我轻描淡写,我妈已经去世六年了。 傅思年想都没想,说,别闹了。 这一刻我突然觉得她有点可怜,好在我手机里存着我妈妈死亡证明的图片。 傅思年先是扫了一眼,痴笑,你们母女又想玩什么把戏? 这种辟图,以为我会相信。 我耸奸,不幸就自己去查,反正你要她来,她来不了。 说完,我转身回房,至于娟慎,我可从来没答应过。 当晚,傅家风平浪静。 四日一早,傅思年不顾礼节将我从床上挖出来,握着我肩膀的手,青筋抱起。 你妈没死对不对? 这一切都是你们做的局,就是为了看我发疯是不是。 傅思年看起来有些狼狈,用发胶精心打理的头发乱成一团,白眼球充斥着红血丝。 沈一柔紧随其后,哭着想要把她拉开。 谁知傅思年头也没回将人甩开,骂道,滚。 沈一柔愣在原地,嗓音颤抖,思年。 可傅思年没理她,直勾勾盯着我,说,你妈在哪? 我微微一笑,在天堂,你这么接受不了,不如也死了去陪她。 尽管她再不相信,想来也还是找人去调查了一番。 我又补了一刀,这么多年,凭你的能力,要想查到我妈妈的生死一如反掌,现在来办什么深情做派。 傅思年颓唐跌坐在地上,喉咙嘶哑得不成样子。 你之前说的是真的?你妈妈,真的是因为爱我才离开我的? 我点头,装作回忆,我妈妈经常捧着一枚项链,新型的,可以翻开,里面是她珍藏的照片,连我都不给看。 文言,傅思年痛苦地扯住头发,压抑破碎的声音从唇间溢出。 婉婉,住婉,是我妈的名字。 沈一柔面色惨白如纸。 我看了一眼她的脸色,问,既然你查了我妈的生死,那你查没查,我妈是因为什么死的? 傅思年抬眼,车祸。 我扯扯唇角,那么巧合的车祸。 沈一柔脸色更白了。 这些年,她在傅思年面前装无辜,装作不知道自己是个替身,一次次利用愧疚让傅思年对她怜惜。 可背地里,她那双手脏得令人作呕。 那场车祸根本就是她雇的人。 本来我妈是可以躲过的,她是为了护住我。 我深吸了一口气,如愿听见傅思年说会查清楚的承诺。 从这一刻开始,傅思年也好,沈一柔也罢,都别想再有任何安生日子过了。 第一个被迁怒的是吴妈。 傅思年丧心病狂地在家里设了我妈妈的灵堂。 吴妈被两个保镖按在黑白照片前面磕头。 她吓得六神无主,朝傅宝珠的方向伸手。 小姐,小姐,您替我说说情啊。 傅宝珠还没张嘴,傅思年就扇了吴妈两巴掌。 阴沉道,你是还钱,还是让我剁掉你两根手指。 吴妈抖如筛糠,还钱,我还钱。 祝小姐的大恩大德,我应该还的。 傅思年这才满意点头。 吴妈被押着出了傅家,就算钱还清,她也不能再回来上班了。 傅宝珠流着泪看了全程,怯声声道, 爸爸,下一个轮到我了吗? 你是要把我和妈妈的手指也剁掉给那个女人吗? 傅思年沉默地看着她。 两久,她走过去摸了摸傅宝珠的发顶, 说,宝珠,爸爸会给你再找其他渗缘。 傅宝珠哭得更凶了,拼命摇头, 爸爸,我等不起了,我等不起了呀,再不换肾,我会死的。 傅思年收回手,慈父面孔之下掩藏着残酷, 不会的,我会给你找最好的医院,用最先进的设备帮你续命。 傅宝珠似乎看见了自己浑身插满管子, 孤零零躺在病床上的画面,抱着脑袋拼命尖叫起来。 不过短短一夜,所有人的位置都颠倒了。 当得知我妈妈死去,傅思年才愿意面对自己还深爱她的事实。 可迟来的深情,又下贱,又恶心。 傅思年不是个东西,她的爱也一文不值。 我找了个借口出去躲清静。 路过一个巷口的时候,被人捂住嘴拖了进去。 谢卓凑在我耳边吊耳郎当道,不许动,打劫。 我踩住她的脚,又给了她一击肘。 谢卓捂着胸口,假模假样地愿道,你对我毫不留情。 我一言不发朝前走,谢卓跟在我身边,对完我就想跑啊,去哪儿。 我瞄她一眼,回酒店,帮你看看伤。 当然,伤是没看成。 我那一下没怎么使劲,谢卓的胸膛光洁一片。 她却耍赖地拽着我的手,嚷嚷着让我负责。 真奇了怪了。 她到底从哪学来的,这么不要脸皮。 依稀记得,当年刚捡到她的时候,还是个逗两句就脸红的纯情小奶狗。 见我显露疲惫,谢卓正色起来,后面你打算怎么做? 我仰面躺在床上,看戏。 狗咬狗的大戏可不多见。 谢卓好奇道,咱妈真是因为爱那个人渣才出国的。 我怎么没看出来? 我翻了个深冷笑,爱个屁。 当年的确是傅思年的妈妈棒打鸳鸯, 不过我妈早在傅思年和沈一柔酒后乱姓的时候, 就看出来她不可托付,顺势收了父母给的分手费潇洒出国了。 要不是那场车祸,我闭上了眼睛。 谢卓挨着我躺下,我就说呢,咱妈那会换男朋友比我换衣服都勤。 屋里沉默下来。 我之所以明知道傅思年是想要我的肾, 却还愿意回来。 除了要替我妈报仇以外, 更重要的是我想知道为什么。 我妈车祸去世那年,傅思年和沈一柔已经结婚十多年了, 两个人还有了一个女儿。 为什么那么多年过去沈一柔才想起来要害我妈? 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想着,我迷迷糊糊睡过去。 后半夜,谢卓把我喊起来,沈一柔给你打电话了。 我看了眼手机,紧跟着电话之后的是一条短信, 我们谈谈。 屏幕的光亮刺激得我眯了眯眼睛。 回,我们没什么好谈的。 沈一柔,你就不想知道住婉真正的死因。 思索三秒后,我把短信截图,发给了傅思年。 他秒回,你不要去,爸爸会处理。 我吃笑着,把手机扔到一边。 谢卓问,真的不去? 我摇摇头,这里是傅思年的地盘, 咱俩累死累活,也不见得真查出来什么, 还不如让他去。 还是姐姐聪明。 谢卓难得当着我的面喊姐姐, 尾音带着点睡醒的沙哑。 我闭唇,单手将她的脸推开, 只觉耳畔滚烫。 睡觉,我翻了个身,背对着她, 却听见她的轻笑。 我没能清静太久,傅思年看不到我, 疯了似的给我打电话。 不仅如此,我在傅家, 她就挪到家里办公, 满眼都是慈爱。 我烦得不行, 更烦的是她没完没了地跟我追忆她和我妈的过去。 傅思年, 晚晚最喜欢吃蛋糕, 记得有一次, 我用蛋糕扎成一束花送给她, 她笑起来的样子很好看。 我打了个呵欠, 我从没见过我妈吃蛋糕。 傅思年赚拳, 一定是她不愿意想起那些令人痛苦的回忆。 不,因为她要保持身材, 好撩小奶狗。 傅思年颓唐垂头, 我怎么会不相信她呢? 我怎么可以不信她? 我早该知道的, 我妈一向不喜欢她。 我有点好奇, 那你妈喜欢沈一柔吗? 论出身和气质, 沈一柔远远比不上我妈。 傅思年久久地沉默了。 我呕了一声, 懂了, 你没能为我妈抗争, 却为她抗争成功了。 傅思年说, 不是这样的, 可更多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她将蛋糕推到我手边, 小心翼翼, 你妈妈和你经常提起我吗? 她, 你和她在国外这些年过得好吗? 我心里替我妈痛快几分, 嘴上开始不着边际地胡扯, 提起过吧, 但是那会我不太记事, 后来提的就少了。 小时候天天听我妈骂她, 长大点, 我妈就用她的照片叫我头飞镖, 过得不太好, 你知道的, 国外不太平, 我妈经常带着我搬家。 我们没有固定的居所, 吃也吃不惯, 还总有人上门骚扰我妈。 我妈工作能力出众, 到国外不久就连着升职, 搬家是真的, 不过是从小房子搬进大别墅, 吃不惯倒是真的, 后来我妈选男朋友的首要标准, 就是做饭好吃。 上门骚扰我妈的是她前老板, 舍不得她跳槽, 动不动就来求我妈回去。 我没有说谎, 只是没有说出全部实话罢了。 傅思年痛彻心扉, 捂着胸口, 大口喘气。 我赶紧趁机补刀, 你接我回来, 就是为了给傅宝珠捐肾吧? 这么多年, 你从来没想起过我和妈妈吗? 傅思年胸口起伏更大了, 艰难吐字。 不, 不是的, 我的确想让你救救宝珠。 但是, 但是, 但是什么呢? 一颗肾五百万, 她亲口说的。 高高在上, 施舍一般说出来的。 傅思年红着眼眶, 哽咽半天, 说, 你原谅爸爸好不好? 以后, 我会加倍补偿你, 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了。 我没接茶, 又继续说起我和我妈的辛苦艰难来。 在我接连不断的精神折磨下, 傅思年开始夺我了。 施压的好处就是, 她更加迫切地想要知道我妈出事的真相。 但我猜, 她应该已经有想法了。 毕竟沈一柔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傅家了。 一天夜里, 倾盆大雨。 沈一柔拍门吵醒了我和傅思年。 她浑身湿透, 哭得梨花带雨。 思年, 求你舅舅宝珠吧。 她不行了, 真的不行了, 再没有甚缘, 她真的会死啊。 傅思年谋色复杂。 良久, 她将沈一柔攥紧她衣角的手指一根根掰开, 说, 别碰我, 晚晚会嫌我脏。 沈一柔的脸在惊雷下显得惨白。 宝珠, 宝珠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是, 傅思年点头, 我说过会保住她的命, 但仅此而已。 沈一柔跌坐在地上, 和初见时的楚楚可怜全然不同, 俨然像个疯婆子, 傅思年毫不留情地关门。 见我脸色不是太好, 她手忙脚乱地解释, 爸爸也是被那个贱人骗了。 我要是早知道她是这个样子, 绝对不会这么多年都对你和你妈妈不闻不问的。 以前, 她喜欢叫我妈贱人, 现在, 她又叫沈一柔贱人。 其实最贱的是她自己。 我坐在沙发上, 不愿意看她, 所以你查到我妈妈的车祸是谁坐的了, 对吗? 傅思年双眸晦涩, 是, 沈一柔。 她雇了一伙专门做这种事的轻道夫, 和我查到的一样。 我接着问, 为什么是那一年? 傅思年愣住, 什么? 我看着她, 那时候你和沈一柔应该已经结婚了吧? 她还生下了一个女儿, 你妈也不再阻拦你们, 她为什么要选择在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 对我妈出手? 明明她已经是最大的赢家了。 那时的傅思年爱她如命, 她说什么信什么, 坚定地认为是我妈心狠背叛了她。 如果沈一柔真的那么忌惮我妈, 她不会等这么久才下手。 起初, 我以为傅思年也不知道原因, 直到, 她哆嗦着手点了一根烟,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 屋子里潮气弥漫, 我猴头梗塞, 喘不上气来。 你知道了, 我说, 傅思年几乎不可见地点头。 为什么? 我动了动嘴唇, 但好像也不用问了。 看她的德性就知道一定和她脱不开关系, 果然, 傅思年痛苦开口, 你知道的, 宝珠生下来就有严重的肾病, 可沈一柔却没有生育能力了。 那一年, 因为给宝珠寻找肾源, 我们经常吵架, 我冷冷接住她后面的话, 吵架的原因不会是你提出想把我妈接回来, 和她再生个孩子, 用这个孩子的肾去救傅宝珠吧。 傅思年不敢看我, 那时候她还不知道我妈出国前就怀上了我, 一心只想救她和沈一柔的女儿。 是我没看清自己的心, 其实不是真的想要让她生下孩子去救宝珠, 我只是, 我只是想找个理由见她。 我反胃的肝偶, 你让我觉得恶心。 她到底是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的? 离开傅家前, 我一字一句道, 害死我妈的不是沈一柔, 是你。 黑暗中, 傅思年蜷缩在地上, 痛不欲生。 后面几天, 我都没再见傅思年, 也不接她的电话。 每当她给我发消息忏悔, 我都会让谢卓帮我回, 这么后悔不如去死, 跟我妈当面道歉。 她是没有勇气死的。 傅思年最爱的只有自己。 又过了两天, 谢卓陪我去了趟傅宝珠所在的疗养院。 那些骄纵的, 恶毒的, 不择手段的种种裂根, 从她身上飞快褪色, 如今只剩下一把病奄奄的骨头。 傅思年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不管怎么样, 都会吊住傅宝珠的命。 就在这时, 傅宝珠突然面色战红, 呼吸急促地拍打着床边。 沈一柔蓬头垢面地端着个水盆, 神情麻木地走进病房。 不远处有小护士在讨论, 傅宝珠尿床严重, 一天至少得擦洗七八次, 身上的皮都快擦烂了。 沈一柔给她擦的时候, 她就一边尖叫一边哭, 说要爸爸。 听见这话, 沈一柔也跟着哭。 等她再出来, 我迎面走过去, 见了我, 她眼中全是恨意, 你来做什么? 看我们笑话, 我挑眉, 你们也配。 沈一柔立刻跳脚, 争宁低吼道, 当初我就应该让他们把你也撞死, 把你撞成一滩烂泥。 我勾起嘲讽的弧度, 我要是你, 与其在这恨天恨地, 不如想想傅思年会怎么对付你。 什么意思? 沈一柔神情惶惶, 思年她心里还是有我的, 一定还是有我的。 要真的有你, 会让傅宝珠躺在这自生自灭。 沈一柔还是摇头, 嘴里念叨着不会的。 我悠悠叹气, 活人是争不过死人的, 这辈子我妈都会是傅思年最爱的女人。 而作为害死我妈的你, 傅思年一定会把全部怒火都发泄到你身上。 她手里有你买凶的证据, 却始终没提交给警方, 你猜, 她会不会亲自折磨你。 和傅思年在一起这么久, 沈一柔不可能不了解她。 虽然她嘴上说着不可能, 但眼神已经相信了。 我又看了眼病房里的傅宝珠, 要是你出了事, 那傅宝珠可就没人管了, 过个一年半载, 恐怕傅思年会彻底忘了这个女儿。 话音落下, 沈一柔黄色更甚。 我的话说完, 给她留下一支录音笔后离开了。 那支录音笔是傅思年对我妈的愧疚和爱意, 以及对沈一柔的恨和谩骂。 转身时, 她问我, 你为什么要提醒我? 我没回头, 她和你没什么不同, 都是害死我妈妈的凶手。 离开疗养院后, 我第一次主动给傅思年打了电话。 她语气堪称讨好, 你, 你原谅爸爸了是不是? 我没和她废话, 我要你开记者发布会, 公开承认我的存在。 她现在对我和我妈愧疚得不行, 自然没有不同意的。 然而记者发布会当天, 她除了承认我的身份, 还将名下的傅氏集团股份也转给了我。 一直盯着沈一柔的谢卓说, 沈一柔看着好像疯了, 在病房里又哭又笑又砸东西。 能不疯吗? 她不惜抛弃尊严, 做我妈妈的替身, 也要留在傅思年身边, 坏事做尽, 可到头来却什么都没得到。 不仅没得到, 还让我, 住晚的女儿得到了。 沈一柔怕是以前有多爱傅思年, 现在就有多恨傅思年。 我告诉谢卓, 不用再盯了。 我的目的已经达到, 后面沈一柔和傅思年是怎么狗咬狗的, 说实话我兴趣不大。 早在傅思年查到沈一柔雇兄杀人的证据时, 我就去她书房复制了一份。 现在只等她俩逗个你死我活, 我再直接把沈一柔送进监狱。 今天天气不错, 要出去散散心吗? 谢卓拉开窗帘, 从身后抱住我。 我能清楚地感知, 她在害怕。 我依旧闭着眼睛, 不去, 懒得动。 谢卓叹气, 你总不能在床上躺一辈子吧。 咱妈要是看见你这样, 也会心疼啊。 我转个身, 和她鼻尖碰鼻尖。 谢卓, 你是不是怕我抱完仇后寻死啊? 谢卓俊秀的眉毛凝成一股, 瞎说什么, 不吉利, 快呸呸呸。 我笑了笑, 一脚把她踹下床。 半晌, 她任命地去给我做饭, 我看着她的背影说, 过段日子, 陪我回一趟妈妈的老家, 给她立作碑吧。 谢卓熟练地翻炒, 好, 我妈家里人都走得早, 如今世上便只剩下我一人同她血脉相连。 我想, 我是不能死的, 还要长命百岁, 否则还有谁会记得她呢? 或许, 傅思年算一个, 但且不说她算不算个人, 念着我妈只会让她觉得晦气。 沈一柔彻底疯了, 尤其是在傅思年用傅宝珠威胁她的时候。 她深爱的男人, 掐着她的脖子, 说, 我要你余生都忏悔你的罪过, 你可以逃, 但你的女儿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就连傅宝珠的姓氏都被强行改成了沈。 傅思年将原先的别墅卖了, 买了一套大平层, 布置成曾经和我妈妈生活过的样子。 父母觉得她荒唐至极, 想要收回股份, 却被她送进了偏远的疗养院, 这辈子也很难再出来。 听你这么说, 我觉得傅思年比沈一柔风多了。 我把脚搭在谢卓腿上, 吃她给我包的葡萄。 谢卓神秘眨眼, 我还没说完呢, 后来沈一柔骗傅思年说手上有咱妈的遗物, 把她骗到医院, 当着父神宝珠的面, 一刀霸人捅了。 我抬眸, 捅死了。 那倒没有, 谢卓失望到, 人还在医院, 好歹命保住了。 我忽然笑出了声, 这样或许是最好的结局。 谢卓瞄懂, 打电话给律师, 告诉她可以开始起诉沈一柔买凶杀人。 证据确凿, 沈一柔已故意杀人罪被判处, 无期徒刑。 开庭当天, 我作为原告方出庭, 看着疯疯癫癫的沈一柔, 我语气温柔, 待我妈妈问你好。 沈一柔抱头尖叫, 我不想的, 我也不想的。 啊, 啊, 宝珠, 我的宝珠呢? 我的宝珠去哪了? 我笑容依旧, 你放心, 我会让傅思年继续履行承诺的。 沈一柔朝我冲过来, 又被拦住, 指甲几乎要将执法人员的手抠烂。 他说, 你不得好死, 你和你那个贱人妈一样, 你们都不得好死。 他被带走了, 谢卓捉住我的手, 绕到一棵树下。 他说, 呸呸呸, 摸木头。 我没拿沈一柔的诅咒当真, 可看着谢卓坚持的神色, 还是按照他说的拍了下树干。 他这才开心起来, 小声嘀咕, 他才不得好死, 姐姐要陪着我长命百岁才是。 我将沈一柔入狱的消息带给傅宝珠。 现在是沈宝珠了, 他比上次看起来更瘦了, 见了我, 立刻流出眼泪来。 姐姐, 之前都是我的错, 求求你让爸爸来看看我好吗? 再没有剩我就要死了, 我不想死。 我当着他的面, 给傅思年打电话, 对方冷漠得像是陌生人。 别说是给他找甚缘, 傅思年甚至疑心起, 沈宝珠到底是不是他的女儿。 沈宝珠面如死灰。 我安慰道, 虽然你爸爸不管你, 你妈妈又被判处无期徒刑, 但是你还有我呢? 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死的。 沈宝珠透出几分期盼的神色。 我继续道, 我会让傅思年履行他的承诺, 用尽一切办法, 保住你的命。 下午给你安排了透析, 多做几次, 你就又能活一阵子了。 沈宝珠白着一张脸, 眼中全是恐惧。 他掀开被子, 想要给我下跪, 哭得真心实意, 求我给他一颗肾救救他。 我反手将他按回床上, 你妈杀了我妈, 我还要给你一颗肾, 我看起来像个傻子, 是吧? 沈宝珠终于崩溃大喊, 又不是我杀了你妈, 你去报复我妈呀。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想活下去啊。 我没再理会他, 和疗养院打好了招呼, 以后该用药用药, 该透析透析, 不必再费心替他寻慎缘了。 院长刚开始还很同情沈宝珠, 觉得他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了。 但是看见前后, 又立刻和我心照不宣起来, 说他都明白。 离开疗养院后, 我看着太阳, 只觉得厌烦。 这就是人性。 我对谢卓说, 亲情也好, 爱情也罢, 在自私的人性面前, 不值一提。 谢卓垂眸, 抓起我的手放在他的胸口。 还好, 我不是姐姐的亲人, 也不是姐姐的爱人, 我只是你捡回家的一条小狗。 小狗没有人性, 但是小狗知道忠诚。 我早就知道谢卓不是什么小可怜。 有一段时间, 他在国外靠打黑拳为生, 据说还当过一阵大人物的保镖。 要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怎么也不会沦落到被我捡回家的地步。 可此时我靠在他怀里, 却感到了难言的安心。 去见傅思年的那天, 天空阴沉, 黑云滚滚向下压来。 在与痛快递下起来之前, 是无尽的潮湿和闷热。 沈一揉捅的那一刀没留守。 傅思年养了些日子, 但还是面色苍白。 我站在病床前, 细细打量着这个血缘上的父亲。 他用浑浊的眼珠捅我对视, 问, 你在看什么? 我说, 看你已经不再年轻了。 不管他的过去怎样轰轰烈烈, 也不能掩盖 他是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 傅思年朝我招手, 你来, 再和我讲讲你妈妈的事吧。 好啊, 我贴心地在他身后加了个枕头, 搬着椅子坐在床边。 你想听什么? 提起妈妈, 傅思年眸色柔和, 什么都好, 这些日子, 我总是梦见他, 他还是笑得那样好看。 是啊, 我漫不经心, 毕竟我妈妈死在最美的时候, 和你不一样, 她永远年轻。 傅思年脸色又灰败下去, 我知道她不爱听, 不爱听就对了。 我扬起恶劣的笑容, 其实, 我妈妈从来就没爱过你。 傅思年微微偏头, 带着疑惑, 像是觉得自己听错了。 什么? 我说, 我妈没爱过你, 或许谈恋爱的时候, 对你有点感情吧, 但是不多。 后来, 你妈找到她, 说给她一笔钱让她出国, 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傅思年瞪大了眼睛, 猛烈咳嗽起来。 你不信? 我问, 可我说的是实话, 你和沈一柔滚床单的那天, 我妈就知道了, 就算你妈没找她, 她也会把你踹了, 因为, 你太脏了。 闭, 闭嘴。 傅思年咳得差点没过去, 你骗我, 你骗我。 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 晚晚不会这么对我, 她不会。 我给她倒了杯水, 之前才是骗你, 现在是真的。 你吧, 除了有张还说得过去的脸, 有点钱, 还有什么是值得我妈念念不忘的。 你当初是怎么羞辱她的, 你都忘了。 傅思年死死攥着衣领, 我没忘, 是我对不起她, 你是故意这么说刺激我, 对不对? 我笑了, 不啊, 我妈生下我之后就开启第二春了。 在国外这些年, 她身边的小奶狗就没断过, 个个比你帅, 比你高, 比你听话。 啊! 傅思年痛苦怒吼, 将床边桌上的东西扫到地上, 你骗我, 我不信。 我没说话, 只是静静看着她。 傅思年露出几分哀求, 那条项链, 你说过的那条项链, 她还戴着。 我从口袋里掏出来, 项链的吊坠在她眼前被打开, 里面原本的照片被替换成了我的满月照。 我不急不慢地补刀, 要不是在国外没买到这个款式的吊坠, 我妈早就扔了, 她嫌恶心。 事实证明, 人在极度痛苦的时候是发不出声音的。 傅思年死死攥着那枚吊坠, 坐在那里, 仿佛石化成一座雕塑。 我没再看她一眼, 她央求挽留。 卫阳, 我只有你这一个女儿了, 傅家也交到了你手里, 你不能, 你不能这样对我。 我平静道, 我不姓傅, 我姓朱, 我叫朱卫阳, 这是妈妈给我取的名字, 和你没有半毛钱关系。 至于傅家, 很快就没有了。 说完, 我大不离开, 任凭傅思年在身后质问我, 什么意思也没回头。 圣诞节那天, 傅家彻底没落了。 我把股份和房产卖掉的钱, 尽数捐给了慈善机构。 刘的姓名是筑婉, 傅思年的身体从被捅了一刀后, 每况愈下, 半年来下了好几次病危通之书。 我倒是不希望他死, 只有他活着痛苦, 才算得上是忏悔。 火鸡的味道飘了出来, 我看过去, 谢卓系着围裙, 正在煎小番茄。 我不爱吃火鸡, 我想了想又补充, 也不喜欢过圣诞节。 谢卓把半颗小番茄喂我嘴里, 我也不喜欢, 但是我喜欢和姐姐一起过节的氛围。 他现在喊我姐姐倒是越来越顺嘴了。 窗外烟火生腾, 屋里, 谢卓有条不紊地往桌上端菜。 我想, 这或许就是我能朝着未来走下去的原因吧。 番外, 捡小狗, 捡到谢卓那年, 我只有十四岁。 我妈和小奶狗出去约会, 我放学自己回家, 路过一条小巷的时候, 谢卓修长苍白的手指就这么攥住了我的脚踝。 我低头寻她, 却看见一双格外乖丽的眼。 那时我年纪虽小, 却得了我妈真传, 偏爱小奶狗。 于是我蹲下去, 学着我妈的样子, 摸了摸谢卓的脑袋, 乖狗狗, 叫我姐姐, 我带你回家。 谢卓比我大, 但是为了能跟我回家, 她咬着牙喊了生姐姐。 我就这么把她捡回了家。 我妈不仅没生气, 还高兴地夸我长大了, 贴心地宽慰我, 放心哦宝贝, 你捡回来的归你, 我保证不碰。 就这样, 谢卓睡在了我家客厅。 她不喜欢床和沙发, 经常裹着一条毯子, 藏进沙发和茶几的缝隙里, 看着更像条小狗了。 我喜欢给她热牛奶, 还是她喝了好几次之后, 我才知道她乳糖不耐受。 刚把谢卓捡回来的时候, 她身上有伤。 养好后, 她就神出鬼没起来, 经常早晨出去, 半夜回来。 我和我妈都懒得管, 直到她把一打, 钱拍在我手里。 我说, 我不缺钱。 她说, 饭费, 给你的, 可是她也没在家里吃过几顿饭。 我妈说, 既然她愿意给, 你就收下, 帮她存起来, 以后她用得上你再还给她。 我便专门买了个存钱罐, 存谢卓的饭费。 后来无数个夜晚, 我都在想, 那恐怕是我这一生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两年后, 我妈车祸离世, 是谢卓第一时间赶到, 她跪在我身边, 捂住我的眼, 替我看了我妈最后一次。 我的眼泪浸满她的掌心, 她哄我, 不哭, 姐姐。 那之后, 她出门的时间变少了, 反而整日陪在我身边, 拿着我妈的菜谱学做饭给我吃。 当我提出想要查清真相的时候, 谢卓想也不想就应下, 好, 我帮你。 她几度出入黑市打听消息, 又偷偷回国几次, 终于为我拼凑出一个真相。 傅思年派人接我回去和傅宝珠配行, 谢卓第一次逆着我的意思来。 你想报仇, 有我就足够了, 你干什么要自己去, 万一她真的取走你的肾怎么办? 我望着她的双眼, 乖丽被温顺取代, 我忽然笑了笑, 谢卓, 不要脏了你的手。 但我最终还是没拗过她, 带着她一起回去了。 我也时常庆幸, 这些年辛苦, 刀山火海烫过来, 好在有她。 像她的名字一样, 谢卓不是光, 是我每一个孤寂夜里, 默默燃烧的火把, 静静地待在壁炉里。 但只要她在, 家就是温暖的, 我也是温暖的。